红楼梦 第九十回 失眠一 平女奈敖曹 宋国品 小狼精叵测 却说黛玉自立一自强之后 渐渐不知 一日尽致绝力 从前十几天内 贾母等轮流看望 他有时还说几句话 这两日索性不大言语 心里虽有时昏晕 却也有时清楚 贾母等见他这并不似无音而起 也将子涓学验盘问过两次 两个哪里敢说 便是子涓玉向黛叔打听消息 又怕越闹越真 黛玉更死得快了 所以见了黛叔 毫不提起 那雪燕是他传话弄出这样缘故来 此时恨不得长出百十个嘴来说我没说 自然更不敢提起 到了这一天黛玉绝力之日 子涓料无指望了 守着哭了会子 应出来偷向雪燕道 你进屋里来 好好儿的守着他 我去回老太太 太太和二奶奶去 今日这个光景 大非往常可比了 雪燕答应 子涓自去 这里雪燕正在屋里伴着待遇 见他昏昏沉沉 小孩子家哪里见过这个样儿 只打量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 心中又痛又怕 恨不得子涓一时回来才好 正怕着 只听窗外脚步走向 雪燕知识子涓回来 才放下心了 连忙站起来 掀着李坚连子等他 只见外面连子响处 进来了一个人却是带叔 那带叔是探春打发来看待遇的 见雪燕在那里掀着帘子 便问道姑娘怎么样 雪燕点点头儿叫他进来 带叔跟进来 见子涓不在屋里 瞧了瞧带遇 只剩得惨喘为言 虎得惊疑不止 因问子涓姐姐呢 雪燕道 告诉上屋里去了 那雪燕此时只打量带遇 心中一无所知了 又见子涓不在面前 鹰悄悄的拉了带叔的手 问道你前日告诉我 说的时么王大爷给这里 宝二爷说了清 是真话么 带叔道 怎么不真 雪燕道 多早晚放定的 带叔道 哪里就放定了呢 那一天我告诉你时 是我听见小红说的 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 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说呢 说那都是门客们 借着这个世讨老爷的喜欢 往后好拉拢的意思 别说大太太说不好 就是大太太愿意 说那姑娘好 那大太太眼里看得出什么人来 再者 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 就在咱们园子里的 大太太哪里摸得早底呢 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 不得不问问罢咧 又听见二奶奶说 宝玉的是 老太太总是要亲上做亲的 凭谁来说亲 横数不中用 雪燕听到这里 也忘了神了 应说道 这是怎么说 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 带书道 这是从哪里说起 雪燕道 你还不知道呢 前日都是我和子娟姐姐说来着 这一位听见了 就弄到这不田地了 带书道 你悄悄而的说吧 看仔细他听见了 雪燕道 人事都不行了 瞧瞧吧 左不过在这一两天了 正说着 只见子娟先连进来说 这还了得 你们有什么话 还不出去说 还在这里说 索性逼死他就完了 带书道 我不信有这样歧视 子娟道 好姐姐 不是我说 你又该脑了 你懂得什么呢 懂得也不传这些蛇了 这里三个人正说着 只听带玉忽然又嗖了一声 子娟连忙跑到抗炎前站着 带书学燕也都不言语了 子娟弯着腰 在带玉身后轻轻问道 姑娘喝口水吧 带玉唯唯答应了一声 雪燕连忙到了半钟滚白水 子娟接了拖着 带书也走进前来 子娟和他摇头儿 不叫他说话 带书只得咽住了 站了一回 带玉又嗖了一声 子娟趁势问道 姑娘喝水呀 带玉又唯唯应了一声 那头似有玉台之意 哪里才得起 子娟爬上抗去 爬在带玉旁边 端着水 试了冷热 送到唇边 扶了带玉的头 就到碗边 喝了一口 子娟才要拿食 带玉一死还要喝一口 子娟便拖着那碗不动 带玉又喝了一口 摇摇头儿 不喝了 喘了一口气 人就躺下 半日 微微睁眼 说道 刚才说话不是带书吗 子娟答应道 是 带书尚未出去 因连忙过来问候 带玉睁眼看了 点点头儿 又歇了一些 说道 回去问你姑娘好吧 带书见这番光景 只当带玉嫌烦 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 原来那带玉虽则病是沉重 心里却还明白 起先带书 学验说话时 她也模糊听见了一半句 却只做不知 也因时无精神搭理 即听了学验 带书的话 才明白过前头的事情 原是一而未成的 又兼带书说是奉姐说的 老太太的主义亲上做亲 又是园中住着的 非自己而谁 因此一想 应急扬身 心神顿觉清爽许多 所以才喝了两口水 又要想问带书的话 恰好贾母王夫人李丸凤姐 听见子娟之言都赶着来看 带玉心中疑团疑破 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 虽身体软弱精神短少 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了 凤姐应叫过子娟问道 姑娘也不知这样 这是怎么说你这样唬人 子娟道实在头里看着不好 才敢去告诉的 回来见姑娘静好了许多 也就怪了 贾母笑道你也别怪她 她懂得什么 看见不好就言语 这倒是她明白的地方 小孩子家不嘴懒搅懒就好 说了一回 贾母等料着无妨也就去了 正是 心病终须心要治 解灵还是戏灵人 不言戴玉病渐渐退 且说雪燕 子娟被地里都念佛 雪燕向子娟说道 亏她好了 只是病的奇怪 好的也奇怪 子娟道 病的道不怪 就只好的奇怪 想来宝玉和姑娘必是姻缘 人家说的好事多魔 又说道是姻缘棒打不回 这样看起来 人心天意 她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 再者 你想那一年 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 把宝玉没急死了 闹得家帆宅乱 如今一句话 又把这一个弄得死去活来 可不说的三生十上百年前结下的吗 说着两个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 雪燕又道 幸亏好了 咱们明儿再别说了 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儿的姑娘 我亲见她在那里结亲 我也再不录一句话了 子娟笑道 这就是了 不但子娟和雪燕在私下里讲究 就是众人也都知道待遇的病也病得奇怪 好也好得奇怪 三三两两 嘻嘻浓浓议论这 不多几时 连凤姐儿也知道了 行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 倒是贾母略猜凿了八九 那时正直行王二夫人 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 说起待遇的病来 贾母道 我正要告诉你们 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而在一处的 我只说小孩子们 怕时吗 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 忽然好 都未有了些知觉了 所以我想她们若静着搁在一块儿 毕竟不成体统 你们怎么说 王夫人听了便呆了一呆 只得答应到林姑娘是个有心忌儿的 至于宝玉呆头呆脑 不必嫌疑是有的 看起外面却还都是个小孩儿形象 此时若忽然或把哪一个分出圆外 不是到录了什么痕迹了吗 古来说的男大虚婚女大虚假 老太太想 倒是赶着把她们的事办办也罢了 甲母皱了一皱眉 说道 林丫头的乖屁 虽也是她的好处 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她 也是为这点子 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 恐不是有受的 只有保丫头最妥 王夫人道 不但老太太这么想 我们也是这样 但林姑娘也得给她说了人家儿才好 不然女孩儿家长大了 哪个没有心事 唐霍真与保玉有些私心 若知道保玉定下保丫头 那倒不成事了 甲母道自然先给保玉娶了亲 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 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 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保玉小两岁 依你们这样说 倒是保玉定亲的话 不许叫她知道道罢了 凤姐便吩咐众丫头们道 你们听见了 保二爷定亲的话 不许混吵嚷 若有多嘴的 提防着她的皮 甲母又向凤姐道 凤哥儿 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 也不大管原理的事了 我告诉你 须得经典而心 不但这个 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钱 都不是事 你还精细些 少不得多分点心儿 严谨严谨他们才好 况且我看他们也就只还扶你 凤姐答应了 娘儿们又说了一回话 方个自散了 从此凤姐常到园中照料 一日 刚走进大观园 到了子林州畔 只听见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嚷 凤姐走到跟前 那婆子才瞧见了 早捶手势力 口里请了安 凤姐道 你在这里闹什么 婆子道 蒙奶奶们派我在这里 看守花果 我也没有插错 不料行姑娘的丫头说我们是贼 凤姐道 为什么呢 婆子道 昨儿我们家的黑儿跟着我到这里玩了一回 她不知道 又往行姑娘那边去瞧了一瞧 我就叫她回去了 今儿早起听见他们丫头说 丢了东西了 我问她丢了什么 她就问起我来了 凤姐道 问了你一声 也犯不凿生气呀 婆子道 这里园子到底是奶奶家里的 并不是他们家里的 我们都是奶奶派的 贼民 而怎么敢认呢 凤姐照脸催了一口 立声道 你少在我跟前唠唠叨叨的 你在这里照看 姑娘丢了东西 你们就该问哪 怎么说出这些没道理的话来 把老林叫了来 撵出她去 丫头们答应了 只见行秀烟敢忙出来 迎着凤姐陪笑道 这是不得 没有的事 事情早过去了 凤姐道 姑娘 不是这个话 道不讲事情 这名分上太岂有此理了 秀烟见婆子跪在地下告扰 便忙请凤姐到里边去坐 凤姐道 她们这种人我知道 她除了我 其余都没上没下的了 秀烟在三T她讨饶 只说自己的丫头不好 凤姐道 我看着行姑娘的份上 饶你这一次 婆子才起来 磕了头 又给秀烟磕了头 才出去了 这里二人让了坐 凤姐笑问道 你丢了什么东西了 秀烟笑道 没有什么要紧的 是一件红小傲儿 已经救了的 我原叫她们找 找不着就罢了 这小丫头不懂事 问了那婆子一声 那婆子自然不一了 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 我也骂了几句 已经过去了 不必再提了 凤姐把秀烟内外一瞧 看见虽有些皮棉衣服 已是半星不就的 未必能暖和 她的被窝多半是薄的 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 就是老太太拿来的 却一些不动 收拾的干干净净 凤姐心上便很爱敬她 说道 一件衣服原不要紧 这时候冷 又是贴身的 怎么就不问一生儿呢 这撒野的奴才 了不得了 说了一回 凤姐出来 各处去坐了一坐 就回去了 到了自己房中 叫平儿取了一件 大红羊皱的小袄儿 一件松花色林子 一斗猪儿的小皮袄 一条宝蓝盘景香花棉裙 一件佛青银鼠挂子 包好叫人送去 那时 秀烟被那老婆子锅造了一场 虽有凤姐来压住 心上终是不安 想起许多姐妹们在这里 没有一个下人敢得罪她的 独自我这里 她们言三语四 刚刚凤姐来碰见 想来想去 终是没意思 又说不出来 正在吞声引气 看见凤姐那边的 蜂儿送衣服过来 秀烟一看 绝不肯受 蜂儿道 奶奶吩咐我说 姑娘要闲事就衣裳 将来送新的来 秀烟笑谢道 臣奶奶的好意 只是因我丢了衣服 她就拿来 我断不敢受 你拿回去 千万谢你们奶奶 臣你奶奶的情 我算领了 到拿个荷包给了蜂儿 那蜂儿只得拿了去了 不多时 又见平儿同着蜂儿过来 秀烟忙迎着问了好 让了坐 平儿笑说道 我们奶奶说 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 秀烟道 不是外道 实在不过意 平儿道 奶奶说 姑娘要不收这衣裳 不是嫌太旧 就是瞧不起我们奶奶 刚才说了 我要拿回去 奶奶不依我呢 秀烟红着脸笑泄道 这样说了 叫我不敢不收 又让了一回茶 平儿同风而回去 将到凤杰那边 碰见薛家差来的一个老婆子 接着问好 平儿便问道 你哪里来的 婆子道 那边太太 姑娘叫我来 请各位太太 奶奶 姑娘们的安 我才刚在奶奶前问起姑娘来 说姑娘到园中去了 可是从行姑娘那里来吗 平儿道 你怎么知道 婆子道 方才听见说 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们的行事叫人感念 平儿笑了一笑说 你回来坐着吧 婆子道 我还有事 改日再过来瞧姑娘吧 说着走了 平儿回来 回复了凤姐 不在话下 且说薛姨妈家中被金贵角得翻江到海 看见婆子回来 竖起绣烟的事 宝钗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泪来 宝钗 都为哥哥不在家 所以叫行姑娘多吃几天苦 如今还亏凤姐姐不错 咱们底下也得留心 到底是咱们家里人 说着 只见薛柯进来说道 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相遇的都是些什么人 连一个震惊的也没有 来一起自 都是些胡群狗党 我看他们哪里是不放心 不过将来探探消息而霸裂 这两天都被我赶出去了 以后吩咐了门上 不许传进这种人来 薛姨妈道 又是蒋玉翰那些人哪 薛柯道 蒋玉翰却道没来 倒是别人 薛姨妈听了薛柯的话 不觉又伤心起来 说道 我虽有儿 如今就像没有的了 就是上司准了 也是个废人 你虽是我侄儿 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 我这后辈子全靠你了 你自己从今更要学好 再者 你聘下的媳妇儿 家道不比往时了 人家的女孩儿出门子不是容易 再没别的想头 只盼着女婿能干 她就有日子过了 若行丫头也像这个东西 说着把手往里头一指 道 我也不说了 行丫头实在是个有廉耻 有心继而的 右手得平 耐得负 只是等咱们的事情过去了 早些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 也了我一宗心事 薛柯道 秦妹妹还没有出门子 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 至于这个 可算什么呢 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 薛柯回到自己房中 吃了晚饭 想起行秀烟住在贾府园中 中世纪人篱下 况且又穷 日用起居不想可知 矿间当初一路同来 模样儿性格儿都知道的 可知天意不均 如下金贵这种人 偏教他有钱 教养得这般泼辣 行秀烟这种人 偏教他这样受苦 阎王判命的时候 不知如何判法的 想到闷来也想迎师一手 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 又苦自己没有功夫 只得混写道 蛟龙湿水似枯鱼 两地情怀感所居 同在泥土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虚 写壁 看了一回 抑郁拿来黏在壁上 又不好意思 自己沉吟道 不要被人看见笑话 又念了一遍 道 管他呢 左右黏上自己看着解闷儿吧 又看了一回 到底不好 拿来家在书里 又想 自己年纪可也不小了 家中又碰见这样非灾恨祸 不知何日了局 致使幽归若职 弄得这般凄凉寂寞 正在那里想时 只见宝禅推门进来 拿着一个盒子 笑嘻嘻放在桌上 薛科站起来让坐 宝禅笑着向薛科道 这是四叠果子 一小壶而酒 大奶奶叫给二爷送来的 薛科陪笑道 大奶奶费心 但是叫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 怎么又劳动姐姐呢 宝禅道 好说 自家人 二爷何必说这些套话 再者 我们大爷这件事实在叫二爷操心 大奶奶酒 已要亲自弄点石磨儿谢二爷 又怕别人多心 二爷是知道的 咱们家里都是言和意不和 送点子东西没要紧 倒霉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 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两样果子 一壶酒 叫我亲自悄悄儿的送来 说着 又笑丑了薛科一眼 道明儿二爷再别说这些话 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的 我们不过也是底下的人 服侍得早大爷就服侍得早二爷 这有何妨呢 薛科一则秉性忠厚 二则到底年轻 只是向来不见金贵和宝禅如此相待 心中想到刚才宝禅说为薛盘之事 也是情理 应说道 果子留下吧 这个酒儿 姐姐只管拿回去 我向来的酒上实在很有限 挤住了 偶然喝一钟 平日无事 是不能喝的 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吗 宝禅道 别的我做得主 读这一件事 我可不敢应 大奶奶的脾气而 二爷是知道的 我拿回去 不说二爷不喝 道要说我不静心了 薛科没法 只得留下 宝禅方才要走 又到门口往外看看 回过头来向着薛科一笑 又用手指着里面说道 他还只怕要来亲自给你道法呢 薛科不知何意 反倒善善的起来 应说道 姐姐替我谢大奶奶吧 天气寒 看两者 再者 自己书嫂也不必居这些个礼 宝禅也不答言 笑着走了 薛科时而以为金贵为薛盘之事 或者真是不过意 被此酒果给自己道法 也是有的 即见了宝禅这种鬼鬼祟祟 不甘不尬的光景 也绝了几分 却自己回心一想 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 哪里就有别的讲究了呢 或者宝禅不老成 自己不好意思怎么样 却指着金贵的名儿 也未可知 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 也不好 忽悠一转念 那金贵素姓为人毫无规格理法 况且有时高兴 打扮得腰条非常 自以为美 又胭脂不是怀着坏心呢 不然 就是他和秦妹妹也有了 什么不对的地方儿 所以设下这个毒法儿 要把我拉在浑水里 弄一个不清不白的名儿 也未可知 想到这里 索性倒怕起来 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 呼听窗外扑痴的笑了一声 把薛科倒糊了一跳 未知是谁 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